动作兰花的第一步呢就是挑选蓝苗 有很多朋友在挑选蓝苗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经验或者是心得 比方说第一个我们肯定要是看这个兰花的珠形 这个叶形好不好看 叶形的有紧凑型的有飘逸型的 我们自己喜欢哪一种叶形哪一种珠形呢 都可以按照这个去选择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兰花的叶片上 有没有明显的病斑黑斑 这些我们要避开的 当然了一些夜间上出现轻微的枯胶 然后在前面的视频我们讲过了 一般来说老苗出现了轻微的枯胶呢 是不可避免的 在特别是在自然养护的环境中 这种蓝苗叶片夜间出现了轻微的一些枯胶 这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你要催毛求知的话 找到一盆绝对完美的蓝花 那肯定不是在自然环境中养护出来的 那种只能是在高控盆中养的 就是人工可以高精度的控温控湿的环境下 才能养出那样的蓝花 第三个就是蓝虫中的新苗占比 新状苗的占比量多一点 那么肯定这盆蓝花的选择性会好一点 我们就比较容易养好 除了这几点比较直观的外在表现以外 其实在选择蓝苗的时候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真的是很多的新手蓝友他不知道的 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一下这个细节 如果这个细节选好了 那么你这个蓝苗带回家以后 养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很多 否则的话在你那种相对来说 普通的粗放的简单的养护环境下 可能就很难养好 那么是哪个细节呢 其实说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苗根比 苗根比指的是你这盆蓝花脱盆以后 你这个蓝苗的高度和它的数量 于这个根系的长度和它的数量的比例 有些蓝友可能发现过这样的问题 或者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一盆蓝花叶片非常的浓密 蓝苗很多十几个蓝苗 然后叶片非常浓密 很旺盛的样子 但是蓝根很短 蓝根也不是特别的发达 蓝根的很短 这样的蓝花就是苗根比比较偏大了 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就是说在规模养护的时候 它不像我们这么养的少量 我们浇水 我们施肥 可以这么细致去操作 它更倾向于一种页面上的供给 就是补充水缝 或者是补充肥料 它更偏向于那个页面去供给 页面供给的好处就是简单 方便 操作 损失 损利 安全 见效 那同时 它的这个副作用呢 也是蛮大的 如果你这盆蓝花长期的 你的所有的养分跟水分 大部分 绝大部分是通过页面去供给的话 那么就会导致它的蓝根呢 产生斗性 蓝根呢 就会越来越不发达 因为蓝根不需要那么发达 它能获得 生长所需的水分和养分 它就没有必要那么发达去生长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这种养护的蓝花 通常它所用的植尿 都不需要有太高的养分 都是以颗粒植尿 无机率的为主 目的就是说 能让蓝根透气 能让它存活就行了 我不需要这个蓝根呢 从这个植尿中 获取多大的水分和养分 我通过页面供给就已经能达到这个目标了 所以这个就会导致呢 蓝花整个的苗根比的过大 就是蓝苗看起来很多很旺盛 但是根系不发达 这种蓝花如果普通的蓝友拿回家去养的话 后期呢 很难养 尤其是一些新手蓝友 所以大家在挑选蓝苗的时候呢 这些细节也是需要注意的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